公路上說有人跑UberE年薪百萬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告訴大家可以 但是要符合天時地利人合 一天跑十個小時總共四十單 一單算六十就好 所以總共是兩千四 加上獎金尖峰離峰 加起來總共是一千九左右 兩千四加一千九等於四千三一K 一個月工作二十二天月薪九萬四 恭喜不如年薪百萬 在三重蘆洲跑UberE到底可以賺多少錢呢 今天就來談談近期熱門的打工 UberE到底能賺多少 今天影片大概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跑蘆洲三重的收入 不過這個數字會讓你難過 第二個是到底跑UberE有沒有機會年薪百萬 我是今年二月過年的時候開始考 因為我要上課啊剪片什麼 所以一個禮拜大概跑個三四天嘛 而且我都跑蘆洲三重比較多 台北的那已經比較多 那有興趣知道台北情況 可以自己去PPT翻資料 應該蠻多資料的 首先先簡單說明一下 UberE的金額計算方式 第一種送餐費 取餐費四十二點五 跟完成送餐費十七塊 這兩個是你必拿的錢 每公里再加十點二塊 假如說你今天跑了一個五公里的 當然就是長這樣 四十二點五加十七加十點二 乘以五點一百一十點五 但公司會收百分之二十五的 沒盒費 所以你實際拿到的金額會是 八十二點八七元 很複雜嗎?有沒有打過麻將? 比五十九點五一台十點二 但地主要分紅百分之二十五 是不是簡單多了? 第二種叫做獎金 基本上就是跑幾趟多給你多少這樣 每個禮拜基本上都不太一樣 但不會差太多就是了 舉個例子 假如今天是七月八號到七月十二號這一週 尖峰時段完成二十二趟可以多拿七百五 離封時段完成二十趟可以多拿五百七 我都只跑尖峰 離封的爐州根就被拒 另外一種獎金叫與天加成 簡單來說就是一單多個二十元左右 好那接下來公布我的成績 我的總趟數是五百五十趟 其實不算多 總上限時數是兩百八十三個小時 總收入為三二四五零 總理層數大概是一零二四左右 那一個一個來吧 首先收入的部分 其中送餐費二五三六四 獎金的部分則是七零一五 因此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獎金很重要 佔了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 好的 再來支出的部分 機車總是要加油換機油要保養啥的 我的總理層數是 一零二四等於二的十次方 這並沒有什麼意義齁 好你可能要好奇 理層數怎麼可能會弄得少 來我跟你說原因 一般來說你接到單會從AD到餐廳取餐 然後再送到客戶手上 但Uber一算盡送餐距離的 只有從餐廳取餐後到客戶家這段距離 好啦 1024公里大概花多少錢 我騎的是光陽雷霆150測試管 又被稱爐珠標封城局 每公升大概可以跑26公里左右 我是每時繼續算 這是上網查的 但應該很好油我覺得 1024除以26等於39 所以總共需要39公升的油 95每公升算29 39乘以29等於1142 機油算400 我抓個等數1600 好的收入有了 支出有了 我們來算一下時薪 32450減1600等於30850 這東西是純收益 再除以283個小時等於109 GANG 才109 算出來的時候我心都量了一半 最低時薪都不到 好沒錯我在三重爐之後 跑大概就是這個成績 唉非常悲慘 不過網路上說 有人跑Uber一年薪百萬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告訴大家可以 但是要符合天時地利人合 如果情況真的允許的話 以我的經驗來說 一個小時極限大概是5單左右 好我們不要那麼極限 一個小時4單就好了 一天跑10個小時總共40單 一單算60就好 所以總共是2400 加上獎金 尖峰離峰加起來總共是1900左右 2400加1900等於4300 一個月工作22天 月薪9萬4 恭喜不如年薪百萬行列 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職加薪 當上總經理 初任CEO 引起白富美 走向人生巔峰 但事情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開玩笑 當然沒有 首先UberE派單的方式我根本就猜不透 照理來說距離店家越近越容易接到單 但我曾經跟阿萱坐在同一個停車場 他接了兩單 我手機一點動靜都沒有 我也曾經坐在店家門口 眼睜睜看了三個UberE司機取三 自己手機依舊啥屁都沒有 所以 嗯 我也不知道海燈標準到底有什麼 運氣吧 另外現在UberE司機真的功過於求 司機的數量會大大影響每個司機的收入 就會導致司機賺不到錢而流失 但為什麼UberE不針對司機的數量做管制呢 不僅可以固定司機的收入 還可以不用一直招募心血 聽起來不是很棒嗎 FerryQuin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認為原因出現在獎金 UberE的獎金是越多趟 平均每趟的金額就越高 因此只要把每個司機的單數拉低 就可以降低公司支出的成本 舉例來說好了 情況一 假設今天有100單 總外送金額為6000元 兩個司機 因此每個司機分到50單 一個人分到外送費為3000 50單的獎金為2000 因此UberE公司總支出為1萬元 情況二 一樣的情況 但是卻有50個司機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呢 每個人分到兩單 UberE不用支出任何獎金 因為根本沒有達標 UberE總支出6000 所以UberE收越多司機 一樣的單數下 他們支出的獎金就越少 因此我個人的觀察是這樣 當有一批司機加入會導致其他的司機收入 被稀釋而離開UberE 然後留著那批司機 因為司機人數變少 收入變多 然後接著又有一批人看到 哎呦UberE看起來好像蠻好賺的喔 加入了司機的行業 循環 好啦最後我來談談 對於跑UberE的一些小新的 我認為UberE真的很適合 作為閒暇時間 作為消遣 順便賺點消遣 或者是一些尷尬的時間 也像現在的暑假 或者社會新鮮人在找工作 我覺得都很適合 但我真的覺得 不適合做正職工作 首先他收入真的非常不穩定 我之前在跑的時候 一整個下午收入只有100多塊 都是很正常 第二 因為也沒有任何勞健保 也沒有退休金 這些東西都要自己規劃 除非你有非常傲人的自知力 不然很容易變成今天賺多少 花多少 第三 真的很沒有未來 UberE司機可替代性真的太高了 談不上什麼專業 也學不到什麼經驗 誰來都可以 真的就只是一個賺塊錢的地方 接著我來說說UberE的優缺點 優點就是工作非常坦靜 像是跟朋友約啊 或是阿薰約拍片剪片 喬時間很好喬 也不用像傳統產業一樣 還要跟老闆報備 那缺點呢 就真的蠻多的 收入不能停 很乾淨吃飯 紅風暴雨 陰陽高照 一般人躲在家裡的時候 我們一定得出門送餐 然後吃飯的時間很不正常 畢竟大家在吃飯的時候 就是我們工作的時候 因此跟家人吃飯的機會 會變得少很多 最後我想跟 訂UberE的廣大用戶 呼籲幾件事情 拜託地址一定要答對 而且越詳細越好 司機都是在時間賽跑 我們就會不會浪費時間 去繞路啊什麼 那些對我們來說沒意義 地址越詳細 我們就可以越快把餐點送到你們手上 再來是如果飲料很多的話 拜託買個袋子 你們方便我們也方便 最後司機在外面狂風暴雨夜 光照天氣 你們在家裡吹著冷氣 看個電視 如果有服務不好的地方 友善提醒 畢竟對我們來說 這就只是一份工作 對你們來說 不過就是吃一頓外受 興奮到家 對誰都沒有好處 當然我也不是幫司機說話什麼的 我只希望能互相體諒 你們得到該有的服務 我得到該有的報酬